好 繼續開會 接下來我們請 還沒到 李亞進還沒來 那 那亞進耶 沒講 那現在請 鍾盛友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好 大會主席 好 那麼今天我們公務部門的 所有的各起處單位主管 那麼我們市民朋友 那麼議員同仁 以及媒體朋友大家早 那麼首先 我先了解一下地震的業務 邀請房局長 就是說等一下再答覆 就是說目前 我看到我們櫃局 在做這個清理 對於這個全力主體不明的土地 全力主體不明的土地 那麼標售到106年的6月底 脫標了110筆 那請問這個 它當然是 有標售出去當然是充裕我們的市庫 它這個有的錢有沒有往上繳這樣子 這是這一點 先請局長答覆一下 黃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的一個指教 這些地清條例 所清得的這個 權力上的一個不明確的這些土地 標售由 因為它是屬於私人的土地 所以它是先放到我們的一個保管樁戶 將來這些地的後代來申請的時候 符合規定的時候 這些錢是要讓他們領回去的 不是上繳給市庫或者是國庫的 我順便請教一下 像這個我們有很多的重話題這些 那兄弟因為他們在分家打官司 就是也有包括補助款 提領國庫保管 這個以後的話 一代一代的下去了 是不是到一代他們有清理的時候 還是可以從提庫再提領回來嗎 在保管樁戶裡面 我們是保存十年 十年之後 十年之後 他如果還是不來領的話 那就要受歸國有 國庫裡面去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他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趕快把這些證件備取 來把這些款項領回去 現在可以做一個了解 那個還有 就是我們今年度 106年度 這個重測的面積有200多公頃 217公頃 那麼換句話說 就12666筆 那明年我們是不是 地政局還有繼續向內政部申請重測 黃軍長請答應 是 謝謝主席 謝謝總議員 有 我們因為這個重測的這項工作 是要持續在進行的 所有的地級 我們是希望他能夠保持最完整的 最精確的 所以我們每一年的話 都繼續在辦理這些重測 明年度的話 大概有1666公頃左右 那比數有10394筆 那這個款項中央是補助的 將近1500萬左右 那我們也製索的一部分 276萬 所以總共 這個明年度的一個重測經費 有1725萬左右 謝謝局長 我們當然議員都希望我們了解 我們整個高雄的地政業務 但是我現在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明年當然是 我甚有來自齊美地區 那麼一天到晚在齊美地區走動 難免民眾會問問說 我們明年 旗山地政 美鳳地政 我們的重測地點在哪裡 所以這一點請局長這個答覆 旗山的部分有包括內門跟山林 那美濃的部分就是美濃六龜 好 美濃六龜 好 請坐一下 那個就是對於 對於這個我們縣市和平以後 我們每年 每年都說是我們的地政單位 都獲得這個內政部 國土重惠中心的評定為優等 這也值得加免 值得加免 那麼接著我要請教就是說 我們那個美濃吉安段的這個重劃地 109公頃 那個就是底灰地 這些呢 是不是已經標出完畢 跟中原報告 謝謝 跟中原報告 我們吉安農地重劃區的一個 底灰地的面積是 7.0978公頃 7.0978公頃 就是7.0978平方公尺 那目前呢 就是105年 106年 這兩個年度 我們已經標售了55筆 已經標售了這個 5.38公頃左右 那得款呢 這個投標的這個金額是 1.61億元 1.61億 那我們還是要還給這些 貸款的 這個款項要還清嘛 還清如果有這些款項 還有餘餌的話 我們還會再加碼在這個 農地重劃裡面 需要建設的部分 那目前還剩下17筆左右 有1.7公頃的一個 底灰地還沒有標售 還有1.7公頃 有17筆還沒有標售 分析在這個 你們的工廠報告 看到你們有說明這個 從9月以後 就是對於這個 重劃地的水溝 在市售工程再進行 這個項目那時候 本來有油 都已經有拉了 但是有些可能是不是 這個工程是不是在 沒有完整呢 甚至於本席在 上一次的會議也有講 你們在規劃當中 有些沒有銜接 其他的地方嘛 有些都沒有銜接 都回去 這些工程的話 就希望底灰地 這些出售完的時候 能夠給他們連結 能夠連結起來 那麼同時也要建議 就是有關 就是重劃地的這個 路面的鋪設 希望他們說成的時候呢 有更好的一個重劃地 可以來務農這樣子 以上請局長答覆一下 對 跟中醫院報告 目前正在做的就是這些 這個路面的一個鋪設博有 因為在農地重劃的時候 要節省這些經費 所以就是用土石路的 為設計的一個基準 那現在已經飆售完了 有一些英語的話 我們就來加強裡面區內的 這些鋪設的一個建設 那這個部分 106年的6月 我們已經發包了 在今年年底 會把這個工程的部分 做一個結束 局長先請請 我來給你建議的一項 就是說我來建議 過去我也提過 就是在縣市海綿合併以後 縣市合併了以後 我們對這個季工 這個測住 測住 他們就是他們的薪資保額 都有不同的一個差距 也有43,900的 也有36,300的 有這樣子 那我是希望 當然是希望能夠一致性 那麼以前我就有問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是關心這個 這個季工測量他們 有同統的一個待遇 那麼因為你薪資調高的話 他將來他的那個 保額增加的話 對他們退休 才有一種福利 保障 這樣 這是 我是希望說 共同來使用的 不過有一點 那時候 像你們不休假獎金這些 看看能不能納入薪資 如果你薪資提高的話 保額提高 那將來對他們退休的時候 自然比較有保障這樣 這是我們共同跟財主單位 跟主機單位延伸一下 本身是說 關心這個測住 因為你看 我們一般地方上 我們去爬山 這測住人員 去爬山 尤其靠山邊的 非常辛苦 人家說翻山越林 我們有的人 為了健康 一爬山流汗 是運動 那我們的測住人員 去翻山越林 他流汗 是勞動 一個是運動 一個是勞動 名稱不一樣 同樣是流汗 當然是我們共同 維賴 當然是局長所屬的一個員工 然後我們共同關心這個議題 也希望局長能夠 適時的來反映 增加技工 適攻他們的 一個未來的福利 這點就這樣就好了 拜託一下 接下去那時候 我請 這個都市計畫局局長 李局長 局長你非常努力 非常關心 我們黨會的時候 有關旗山堂場 紅磚倉庫 製塘工廠結構的補償 目前外觀的改善 進度 目前到了什麼程度 請局長安責結 大陸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在這邊也非常謝謝中議員 上次有親自立臨 我們旗塘的文化展 跟再生論壇 在這邊跟議員做一個 進度的一些更新的報告 目前我們大概是在進行 所謂的全區場域的規劃 跟西本的設計 剛剛議員上次去看到 那裡有兩棟 就是辦公室跟紅磚倉庫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月 正在進行結構補強的一些評估 同時也針對外觀的改善 在做規劃設計 我們是預計 大概在明年中 我們會明年中以前 會完成細部的設計 以及發包作業 然後希望能夠在明年中 進場開始去施作 去把它改造這兩棟 這以上是目前的最新進度 好 你先請一下 中議員 我們時間暫停 我來介紹一下來賓 好 這樣子 那我就 時間暫停 我介紹一下我們旁聽旁有來賓 各位同仁及四五個類席主管 現有高雄市南紫區 翠平社區發展協會 由翠平李陳文治里長 帶領四十三人 歷臨本會旁聽 請大家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六個關關區 那麼宥沖社區的空地 那麼由我們規矩 跟中油 合作要開發這個住宅區 是不是 請局長答覆 李局長請答覆 谢谢主席 谢谢中原 是 那就很好啊 那就好好规划一下 让这些大家都有更有居住的权利 在这边跟议员说明 其实那一段坦白讲它有两个捷运站 两个捷运站中间除了厂区一边 左边就是右冲的宿舍区 然后那边都是空地也没什么人 除了中油上班的员工以外 所以我们的想法只是说 希望说能够善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 就是我们的捷运 这两站之间 然后如果能够活化那些空地 用空地来去活化 然后一方面市府跟中油 都有各自的政策目的可以去达成 但是无非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人 活动能够引入 这样子厂战使用率才会再提升 好 谢谢警长 先请坐 内政部今年的8月就有发布 对我们都市危险的老旧建筑物 要加速重建的条例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不晓得我们高宏市政府 要怎么样鼓励屋林超过30年以上 且符合资格的老旧房屋 要申请改建 请问规矩有哪些的措施 李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庄议员 我想这个围绕条例通过之后 其实它的适用的对象 这个在围绕条例里面都有明确的规范 它大概是分三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依照建筑法 第81条82条它通知 要危险建筑物必须进行拆除 第二个它是说它经过结构安全性能评估 它没有达到最低的等级 它有一个分数的一些标准 这个也是第二类型 第三类型就是说它的屋林是在30年以上 然后再加上说它的结构安全性能评估的出评的分数 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也算是有一定的程度 或者是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认为说 它如果用既有的建筑物去改善 不符合效益的情况之下 这三种类型就是可以适用围绕的条例 那当然它还有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 算是奖励的一些措施 包括说容积的奖励 可以是原合法容积的30% 或者是法容的40% 那另外在建筑也好 或者是在高度 这个可以有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斟酌 适度去放宽 那这整个的相关的申请的一些作业流程 跟所需的文件 目前是在都发局我们内部在进行整理 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在最晚最晚 在下个月就11月以前 我们会公告 那最近陆陆续续事实上也有 民众也打电话来问 那不过大部分都是针对所谓的 他们的到底符不符合这个 围绕条例的这些资格 那为了让更多我们的高雄市民朋友知道 那我们都发局也会在下个月 就是在所有的办法跟文件等等出来之后 公告之后我们会到会举办几场的说明会 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知道 以上跟议员做个这样的普通说明 那局长公告的话就包括像真公所这些都会通告 我们都会通知 这些房屋从盖以后更漂亮 更安全 更美观 这个是拜托 那局长在这 研语的时候 稍微对这些居户 鼓励他们改善的时候 有吸引力 好 谢谢众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楼鼎成一眼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那个市府各局同仁 大家早 那个我们看一下 我今天想要探讨是跟杜邦阿局探讨 这个我们关于在住宅区域设置 超级市场或者是其他商场卖场的这个规定 那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超级市场营业剧原 大概比较多分布在六都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从99年底到去年的9月底为止 我这边列举了有全联 有美联社 有鼎好 有台湾风康 那当然最近慢慢的加勒服好像也往这个小规模 中小规模的这个超级市场 或者是便利商店来超商来 来做设置 展店 那我们看一下在我们高雄市的部分 你看六都 从台北 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桃园 大概 比较起来有总共全台湾将比有七成的营业剧原 都集中在我们六都里面 那么 从99年底到去年9月底为止 从原本1574家扩展 总共加起来加速有2025家 好 那我这边要提出问题是什么 各个我们用六都来比较呢 六都里面对于住宅区允许做商场使用的条件都不一样 那从台北 新北 桃园市 台中 台南到高雄市 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说 各个地方大概就是 允许做商场的这个使用条件呢 大概是使用建筑第一层及地下第一层 那且楼地板未超过500平方公尺 这个是过去六都大概基本的规定架构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之后可能因为商业居民的生活形态改变 那也人口密集度也比较多了 那大家可能希望说 可以购买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用品 或者是民生必需品的部分 大家可能就就近出了门 在有个小小的超级市场 大家的生活习惯是这个样子 所以其他的五都呢 有放宽这个条件 我们以台南为例呢 台南放宽情况是 本来住宅区允许做商场使用条件是 在使用建筑第一层及地下第一层 就地下一楼 且楼地板未超过500平方公尺这种面积 那可是他们例外状况 是第一个 主要的出口面临15公尺以上大陆 那基本上回去看就不受500平方公尺 这个面积的限制了 第二个情况是 使用建筑物地面第一层至第二层 即地下第一层者 那另外加倍辐射停射空间 还有与周边建筑基地退缩4公尺建筑 这就不受总楼地板面积500平方公尺这个限制了 反观我们刚好的是 这个规定我查不出来说到底是 我们制定这个规定限制就从头到尾就只有这个 面临宽度15公尺以上大陆者 得使用建筑物地面第一层至第二层 即地下一层的部分 可是在我们的住宅密集区 比方说我们五甲路 五甲路还算宽的 那我们更密集的 这个凤山到恰双那边 宽度15公尺以上大陆 坦白说你要算的话 大概就那几条而已 其他我们路上 如果在人口密集度 但是巷弄 这个宽度大概了不起10公尺的宽 路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那在那边因为人口密集度多 那我们希望在那边设置一个商场 或超级市场卖场 那我们这个部分可能很抱歉 我们就必须受500平方公尺的限制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的现在超级市场 渐渐的有就像复合式经营的趋向 比方说你看比方说全联 他们本来就只有卖 卖饼干蔬果日常用品类 可是他们也增加了那个什么 生鲜蔬果区 加勒服的超市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不要说加勒服 7-11的现在都是有卖那个 生鲜蔬果区了 所以慢慢的会往这个 复合式经营区向 这个方面来走 那这样子其实坦白讲 也提供我们居民去购买商品 日常生活需要需品 这个日常生活必用品的这个便利性 那因此 这个部分我想跟局长 东海局长后续请同仁 帮我解释一下 这个当时我们制定这个 这个住宅区允许坐商使用条件 这个限制好 我们的严格大概是怎么样 李局长请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罗议员 我想罗议员非常关心 这个我们都市内的一些 因应新的都会生活形态 所必要的提供这些 所谓超市或者是这些卖店 那事实上我想 整个都市计划的管制的缘由 应该是说他住宅区 事实上他是希望说能够维持 住宅的安宁 那早期我大概跟议员 我一期中我记得 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原本坦白讲住宅区 大概没有针对这个商业的行为 或者说这些卖店 邻里性的这些商店 去做面积上的管制 那后来当然是在过程当中 我忘记是什么时候 开始陆陆续续有民众 市府这边 政府这边有陆续 收到一些民众的一些反应 就是说这些商店 不管是他的噪音 不管是卸货 或者是说来采购的 这些民众的停车等等 已经影响到住宅社区的 一些居住的环境 那所以那个时候包括说 连高雄市的市议会 也曾经下了一个决议 要求那个市政府的单位 必须要针对住宅区 做这种所谓商店 商业行为的店 去做一些面积上的限缩 来去维系整个住宅社区的安宁 跟品质 那所以才会有导致有现在这些各度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在面积上跟在面临道路上 或者是说在一些停车空间等等这些做一些调整 那市府这边也曾经做过一些放宽 因为原本可能它有面积上的限制可能是比较死 那后来就是采取说它可以分户去检讨 那再来就是还有说你如果面临道路宽 在15米以上 你不只是可以在一楼跟地下一楼做 你还可以在二楼以上做 所以等于是分户检讨再加上不同楼层 而且我们跟台南比起来的话是 它是分户的每个楼层是500 台南是总的是500 当然台南刚刚议员有提到 它是如果在满足什么条件之下 它得不受这些面积的这些上限的一些限制 那不过我想基于这些整个新形态 我们是非常乐意来去参照 其他的六都的这些一些订定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法令 那我们也会邀请像金发 或是建管等相关交通必要的这些单位 一起来去做一个研议 然后在一个时间内再把这个草案提出来 是 局长先做 我之所以也会提出这个部分 大概就是之前有一个情况 就是来请求 当然那个某一个超市它来展店的时候 那他们的系部规划空间设置上面 可能规划部分 因为超市是不可能只有卖东西 它一定要进货出入口 还有如果它有另外有做热食区 或是面包区那个废弃的厨余等等 它一定有个储藏的空间 那这部分可能加一加这个 实际上要去供民众购买的那个地方 放置商品的地方可能就只剩一半了 那其他都是他们试一下内部要去运作的空间 那这样可能就压缩了他们可以去 去放商场的地方 那这部分 我又提出来这部分是因为说 我们在五甲现在都重化区 好那文山特区那边也都是重化区 那在过去如寮坡那边可能之后 也慢慢的繁荣起来的话 那那边的路如果万一都没有办法超过 路快没有超过15公尺以上的话 那势必要收到这个的限制 那如果之后那边需要有超级市场 或者是大卖场的设置的话 可能这个条件就不充足了 那这部分其实 我希望说都在这边如果 已经因为时空 那个什么时候制定的 我们坦白讲已经不可考了 已经不可考了 大概民国几年的时候 不知道了 李局长请答复 这个不知道 最近这个修正其实也是几年前的调整 我印象中好像是 先是合并之后有做了一次的修正 在吩咐的规定上 那更早以前的规定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去查再提供给议员 没关系 我记得局长先做 我记得过去的规定好像没有那么严格 后来是变这样子 那听说是议会要求 杜花局这边再修严格一点点这样子 那没关系 这部分我们在研议 因为毕竟时空环境不一样 然后从那去 当然不只有凤山 还有其他 像昨天各议员讲的 桥头新市镇的规划 等等的 万一以后 居民去那边住的时候 我们要买东西的话 我们要开车 十分钟 或者是骑车比较远 骑车当然要买大量东西 可能骑车也没办法不方便载 一定是开车 那这个我想是一个辨明的措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多少局不用我先讲这边 另外一个要请教新工处处长的部分 我们在六规 处长里面先说 六规那边台27线 那个道路拓宽工程 应该是属于公务总局的范畴 对不对 那道路拓宽工程 那个路以外的土地 是属于我们高宏市政府的吗 还是就各个区公所的所有权 王处长请答案户 处长知道这个部分 谢谢主席 谢谢罗议员 那个土地的状况 需要去查那个地基土 才能够知道所有权是属于谁 对 因为目前的这个道路范围内 那当然是属于国有 对 就是公务总局 对 但是范围外的 还没有取得土地之前 那个是属于就是私人或公有这样子 还不是要去查 要去查权属才能知道 我只会讲这个 出场先做 我只会讲这个是 我们在六规 二十七线 从三面山庄往六规 宝来方向 那边有一排 两排是芒果树 之前长得很茂盛的时候 有人称之为绿色隧道 坦白讲很漂亮 我承认 可是呢 那条路 我没记错的话 从我小时候去六规玩 它就这么窄 那其他地方有拓宽 稍微拓宽了 就只有那一段 没有办法拓宽 处长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两旁种了芒果树 我去问过了 那个芒果树是谁种的 没有一户人家说是他种的 好 所以呢 现在那个芒果树的 所有权归属谁 归属于六规区公所 可是 当然这个在民法上面叫做 动产跟不动产的复合 你种的树在 你把你的树种 种在我的土地上面 长出树了 因为是附着物定着物了 也不会把它产出 不然的话在法律上是属于我的 好 那当然六规区公所 无论他们 他们主动说是他们的 是六规区公所所有 好 这条路呢 你看 保来又发现新的泉矿 这个温泉了嘛 那我们讲说要发展 六规保来的观光 那条路坦白讲 我们现在除了 从六规原本那个 十八龙万三条路过进去里面的话 现在过了新卫大桥 从那边去 这是一个 我们以前这样 要绕去茂林的话 要从六规镇上 然后走那条路到茂林 现在不用了 我们现在有两条选择 可以直接到保来 那独独那条路 没办法拓换原因是因为 高雄市以外的 某户树团体 坚决反对 移除那个芒果树 导致公路总局 预算已经编了 也准备要发包了 可是呢 因为不是 我刚刚强调 不是高雄市的户树团体 去决定 你们高雄市的 这个公路当然是属于公路总局 但是牵涉上是我们那边居民 已经观光客进六规保来 去游玩的权益 那这一点 公路总局呢 坦白讲 他们也不敢动 我本来要问局处长说 我想问你说 你今天早上早餐 是你自己决定要买 要吃什么 还是别人决定你要吃什么 你今天穿衬衫西装裤 是你自己决定要穿衫西装裤 还是别人决定要穿西装裤 是不是 这个部分 我不想多说什么 那这个到底合不合 情理法 法跟情 法跟理 当然我们坦白讲 预算都编了 只是因为某个团里护芒果树嘛 导致我们整个的发展 我们交通就要去建设都停滞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说 我们是否能够有什么做法 处长还是局长有没有什么 idea 这部分要怎么去应付他们 赵局长请耽误 谢谢主席 谢谢罗议员 其实在公路上有绿色的隧道 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当然你整个交通的概况 要如何取得到一个平衡点 也相当的重要 如果没有游客进去 光有隧道 那也可能这个状况也会改变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 大家可能要在现场 要拓宽的宽度到什么程度 第二点 可不可以再做一个旁边 做一个补质的动作 另外整个观光区的话 它是整片 是不是整片芒果树 或者是其他的树种的绿色隧道 这个大家可能要 大家共同坐下来 好好商量 再给两分钟 我的消息是这样子 跟他们沟通 不是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沟通了 说好我们这些芒果树 我们不是要把它整个砍掉挖掉 然后就把它去 丢掉或焚烧 是另外移到一个地方都找好了 移到那边种植 那我现在想的是说 好那我们暂时移到地方 别的地方种植 至少它是活的 那路拓宽之后再种回来 可以吗 他们都不要 那我觉得 那如果一个市政的发展 有某数少数人 更何况你们还不是高雄人的时候 我凭什么让你来决定 我今天早上吃什么穿什么 这个我匪所思啊 那因此虽然说这部分是属于 公共总局要去 要去拖宽度这个建设的部分了 可是牵涉到是牵涉到六个区公所啊 那其实我希望局长 或处长 新工处长这边 去跟六个区公所了解一下 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那是让他协助一下 我无法想象 真的无法想象啦 这个是由外人来决定你今天的作为 你今天如果是高雄市的护士团体 我没有话讲 台南市 你去管好赖清泽就好 你管我这边来干什么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部分 谢谢主席 那局长 这个部分再麻烦你们去 向六个区区我了解一下 这个状况好吗 因为牵涉到我们宝来的发展 我们希望在公共课 尽量进入宝来 那至于这一个 有一个交通的瓶颈段 我们也愿意跟公路总局 愿意跟这些NGO团体 还有区公所的地方意见领袖 大家坐下来谈 谈到一个就是哪一样对地方的发展是最好 而且保有这个绿色的隧道 谢谢局长 谢谢楼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李亚敬礼议员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各局所长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市民朋友 美丽仙境 大家早安 先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我们的公务局 其实对于高雄市的市容其实很用心 但做了有很多地方 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先肯定你们 大家都很辛苦 少有的人力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事情 如果说是我们人力所不能负荷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进度跟脚步 让所有的人我们的人力跟能力跟钱财力 可以到位的时候再来大步往前进 我常说凤山什么不多 公园像这个 现在也蚊子像这个 那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改进 包含我们对于委外的一些工程 比如说公园的委外环境清洁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这是在我们家附近 走出去运动也好 走出去看也好 环境的好壞 你穿的穿得有漂亮吗 穿得有安全吗 有没有不小心会踩到地雷 我所谓地雷不是狗屎 而是比如说有窟窿或什么之类的 其实局长 这个部分或许对你来讲只是小小工程 可是对于所有的市民来说 是大大的一个便利与不便利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要责臣局长这边麻烦帮忙一下 说不许愿你要去这么多我没有反对 但是你要去我们感到好用 然后寿司的 你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友善的环境 不然去到地雷不是就听人说我那天去到地雷 去那散步 又再换到 腿状 还有一个岁起落去 会腿疼12点的 要找什么牌 要找什么牌 公务局拆开拆去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 这就不能过 这就不能怎么 哪有公务不是让人走的 我们不曾是让宠物走而已吗 在我们的风生就发生了很多人在意外事件 都想想 小时候是窃破坏 严重的去腿 严重的减少的 严重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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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 局长 这个要你帮忙一下 这个是不是给亚津英哥 看是你们怎么去做一个改进的计划 包含清洁的部分 怎么来去做处理 我看的预算 你们的环境清洁 公园的部分 委外的预算 我不知道那是委外还是整年度的 整个所有的预算 没有多反而少 那你公园越盖越多 你预算越来越少 你是要干活什么人 这个待会儿局长请你回答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是 亚津英在 我们在预算说明的时候 有提到 我们道路的部分 别的地方可能亚津比较不熟悉 可是凤山 光15年以上 未修的道路 凤山有一千多条 都没有来帮我们转门过 不然来帮我们 不要说铺过 大家轻轻空空 大家这样 开车就要闪来闪去 我说 我说红山去用车红山是没有议员 一条道路可以用到这样 迷迷迷迷 看着看着想准 在我们议会附近 自由路 穿连路 还有没有 还有啊 还有空的当门的破坏路 也是这样 这是简单的举例 这些道路谁来管 没有人愿意来帮忙啊 请公务局来会看 会看居然跟我说 议员我们没有预算 是不是等我们年底 整个工程完有节育矿 我们优先来处理 可是真的有优先处理吗 也没有 高雄是有这样的道路太多了 既然我们有能力 可以去争取 去跟中央争取预算 包含你们都有能力 去争取到几千亿的 要让我们的那个捷运 在通什么黄线什么线 都能争取到这么大笔的 工程预算了 何不将我们告示的道路 把它做一个专案性 整合性的一个 分区也好 我也觉得开心 把一个一个落实的做好 每一条道路 没分你大小条 你都爱做 因为都有人走的地方 高雍区啊 一定是 全台湾 对第二名 人口数第二名 落到第三名了 问题也是有很多人的 人口密集度这么高 凤山又是全台湾 第二个大区 你该顾的基本的安全问题 环境卫生问题 都没有照顾到 你在建设这么多的建筑物 我觉得都是枉费啊 市民变的安全都没有照顾到啊 用路人的安全都没有照顾到啊 甚至设计那个 设计那个 六米楼 接二十几米楼 还来 这种设计方法 我觉得不对哦 连这个你都没办法去照顾到啊 你去开 开闭这么多的公共建设 是好 可是 基本的你没有照顾到啊 你去照顾到大方 那根本就看 没看也没得到 甚至根本就没在买 又没人要赢的 你政策那不败 那你公务局 该你们去争取的 就用力的放胆 大胆去争取嘛 全台湾那么多的县市 都爱争取 竞争型计划 难道你不行吗 你可以去包装包裹啊 看怎么去 去帮我们的道路 我们最基本的工程 基础工程 把它做好 做到位嘛 我刚来之前啊 我这么感谢因为 我现场去会刊啊 你们去做那一条 可能六米楼啊 没做的 都没用水做着的 开始 那一块那一块那一块啦 你们有看过 水高那边 比楼面比较更高的 差不多这样的啦 整个楼都出的啊 水高那边 比楼面那边 这是要怎么用 大概饮水才可以用嘛 所以我觉得 你们可能觉得 这个是小问题 可是会造成 很多人很多人的不便利 就像这个 你平时其实很要义这个 因为我知道 你做教授后 有什么不可以用 但是 人力不足的 拜托你去给人家 投赚 钱不够的 拜托你用你的 魅力也好 还是你的专业也好 去准处 更多医生的 我在预算 我们的 总预算说明那时 我就给你提醒了 没看到 你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积极的动作 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 是不是请局长稍微 先简单回答 后面再书面回答 雅进 局长 赵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宁言 其实我们 养工处的能力 跟各事项的精进 坦白都是以 事半公备的 效益在执行 那当然 那个李宁言 非常关心 就是说 在整个 不管是公园 或者是道路 的维护管理的问题 这个我们 也会请我们 养工处这边 就是以我们的主管 到我们的处长 都会以分配区域的方式 来做一个巡检 那另外 在询检 是不是 巡查 那个局长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 雅进上个会期 有要求您 就是说 至少在凤山通盘 去把它调查出来 到底有多少道路 是应该维修 而我们都还没维修 多少条 把那些罗列出来 你还记得吗 你们没有给我这份资料 到现在都没有给我 都没有给我 我要求 请局长 你下个星期前 时间会商量吗 那个 把资料好过 我相信我们的同仁 对凤山区这个区块 各大小马路 里面都会有相关的资料 我跟你说 没有资料 你再说 我就把你撂开 没关系 我现在的意思 你重来 重做 你把那些资料 开始堆 你们也可以 你的优先顺序 哪边比较重要 哪边真的是 忽略了 就真的很败险了 你等会 我可以接你来看 青年路啊 不然你现在可以看我的脸书 我有拍了一段 我现在在积极的回应你的词询 没有办法看年书 没关系啊 但我一直说 待会可以看啊 你不要跟我那边打马虎眼 第一个道路问题 你的预算真的太少了 我直接帮你说话 预算太少了 预算太少了 所以我们期待市府 财主单位也好 市长也好 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不是就只有凤山的李亚静说 是所有的议员 待会问主席就知道了 道路维护 一档两月五月 加快 善不让当连什么抢救的 什么加起来才六亿 青菜你一条倒楼 你像中山路同盟路 让你维修到五千万 五千万就一项去了 其他的所谓都不用维护吗 在都市计划区内 对于这是我们前瞻基础建设 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道路品质这个部分 我们是透过道路的人行道改造 再加上我们路面AC的跑铺 我们到目前为止 去争取到五点三四亿 那另外在都市计划区外 是针对凤山这边的少的可怜 然后一定就开花了 五点三四亿你做几条倒楼 不好意思七条而已 这是你给我的资料 七条倒楼 那是今年度 七条倒楼 我们看在海头 你今年度做的也花了好几亿了 也花了好几亿了 我想在中央他整个道路品质的改善 我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 刚刚局长说 我说的这七条道路是今年的 他今年的预算花了五点多余 预算这边都有写 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我的脸书来看 或者是来议会查询 局长 可以让我讲完吗 高路很重要 好你说 那另外在都市计划区外的部分 不管就在我们比较其他的区块 其他的区块 这是都市计划区外 我们也是在聚集 问你怎么道路计划区内区外 我要的是你怎么去规划 不要说哪里 鳳山就好 你要怎么做 鳳山当然我们同仁也会把所有 我们鳳山区 你有没有那个担当愿意把鳳山的道路 有那个把握说 你说做得好 我们所有35区都会做得很好 鳳山先把鳳山处理起来 你这全部着重在其他区域 鳳山都做不到 我想整个市政的作为 我告诉你 现在你把我打护就是你不爱做 我没有讲这个字眼 好那你正面的回答我 不要迂回 我们整个所有高雄市的区域 所有道路的路计划 那针对鳳山你要怎么去执行 骑程是多少 是什么时间 我想整个高雄市这个区块 所有的道路的平面 有9000万平方公尺 这个区块是非常的大 主席没有尊重议会 本社会问的问题 他一条就没答到 我问洪桑他说高雄市 你不用做台读 人家尊重你的时候 你自己有哪一样好 没有到没有 互相都没有尊重 我是在讲整体性 我在讲整体性 我问你要怎么整个 你说这些都理论性的啦 其他朋友听到啦 我是重实无的人啦 你要怎么做你跟我说就好啦 来 要拿着 整个鳳山这个区块 现在我们会请我们同仁 对所有的都市计划 道路里面 不管是都市计划大的或小的 全部会处于一个检视 那另外还有个道路 有一个叫做粗糙的叙述 这个部分 我会请我们同仁 把它做一个计算 而再来列为优先 顺序 这个年底以前可以盘整完吗 年底以前 我想给我们一个 比较充裕的时间 年底以前 我想我们把资料 比较弱给议演 这样也对我们 表示我们不负责任 我想给我们一个 比较宽裕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资料做完 比较详细一点 再给李议演 没关系什么时候 给我个时间 我想给三四个月吧 那就一季吧 十一十二 刚好年底啊 可以啊没有问题 十二月 十二月底 这样可以吗 我没有要求要这个会期结束前 就十二月 一整个月 三个月嘛 就十一十二 那我们就十一十二 一月嘛 今年不 这个月不算了 好啦 就一月给我 然后再来 你知不知道凤山 在一百年的时候 有多少栋大楼 有五千一百三十二栋 凤山啦 你看那是凤山市 那是七楼以上的 凤山市有六十二栋 我帮你回答 实在是 你连去 连去移用大楼 你们局長 现在楼花没有啦 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逢所有六二栋 在那一百六年 就是今年的时候 我们逢所有二百九十二栋 七楼以上的大楼 你敢知道 增加几千栋 对 原生的七百十二栋 现在已经变成八千九百八十七栋 为什麽想特别给你提供了这个楼 主席 等一下麻烦让我 三分 谢谢主席 请你回答 市有建筑的部分 那当然整个市有建筑的建筑物的维护管理 那当然私人要自行处理 所以公务局是完全管不到吗 公务局在管事管建筑执照 另外要给使照之前 一定要去现场的查核 但是他报开工之后 还有他品质的勘验 那这个当然是公务局的责任 现场的查核是查品质的勘验 是这样吗 我们的勘验是书面上的审核还是实质勘验 我们会到现场去 会实质审核吗 就在建筑物地平的部分 建筑物地平 所以对于他整个楼地板的一个强度 或者是他的施工的材料 或者是什么 我们管辖不到吗 其实不是管辖不到 其实厂商也有自主管理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者要买你家的建筑物 消费者我们那不是公人 我讲消费者我们那有非常 资讯的不公开不透明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哪些厂商其实的品质是好还是不好的 都有赖你们 比如说有什么评鉴啊 这评鉴到底好不好 或者是说口耳相传啊 有什么我要特别拯救这个所谓 只想你知道现在我们 青菜一个地方一平都要三四十万 没有那么多啦 没有那么多啦 大楼上不需要二十万以上 没有啦 我会说我给你生而已 不要跟我摁我啦 来 买买一家厨 一温年人可能要欠丹内 都放棋富裁 可能也要再去十十万 啊不需要他踩到地雷 老上在生日子老家我都知道啦 一流在厚水喔 我第一下天车站 都用心里的在水啦 这要整三个罐 这是什么的责任 是你们在勘验的时候不确实不落实 还是说是什么责任 只有建筑物当然是开发商要负责任 所以你们不去 不然你们审核发那个使用执照 是在发怎样 你们现场去勘验是在勘怎样 那个建造执照是按照建筑法 按照技术规则及相关规定来做一个审核 至于地品的勘验会到现场 看他地品的勘验做的状况 另外到给使用执照的时候 当然会逐一去给他量尺寸 所以我们在高雄厕的计划里面 我们会推出一个履历 生产履历 所谓生产履历就是说你在烤烤烤 你的配比还是你的钢筋实录 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广说 开发商一定为你安排还是开始到处定位 全部都是录影存证 这边包括水楼就是你水公的部分 你电线的部分 就其他以及相关里面的设备 逐一就全部录影存证 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它房屋的时候 有多一层的保障 一样 其实现在我们的高雄市很多品牌的厂商 品牌的建设公司 它都这个都会做 目前是没有 但是我想整个开发商它要永续生存 这个部分它一定会做得好 其实消费者 我头都要告诉消费者很适合 那我们建管处的同仁都很愿意帮忙帮他解释 这不能这样讲 这个整个建筑物的建筑过程当中 建筑师他要负责建造的责任 我想这个责任大家都分得很清楚 谢谢雅静议员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周灵文周一眼咨询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甄议员辛苦了 今天我们也顺着来聊聊时评志 其实上个会期大概我有稍微停一下 整个建筑法规跟都市计划法 对我们现在的所有建筑物的限制的源头 这几年从消费者意识抬头 刚刚赵局长也提了 消费者意识抬头 从以前要买大楼也好 要买偷天也好 我们总认为说建商好像会灌个虚评之类的 所以渐渐的要实评制这件事情 就渐渐的成为舆论里面很重要的购物的消费者 一个需求 我们那个新上任的赖清德赖院长 他也在从台南开始 他也希望说能够尽量让我们的建筑物实评制 但是其实实评制 我想工单位的实评制 跟民众消费者心目中需要的实评制是不一样的 工单位的实评制 我们现在只能做到建设公司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他必须清楚地告诉消费者 你这栋大楼权壮几平 你的公社站几平 你的阳台几平 你的室内空间几平 就必须要登记好 其实消费者心目中想要的实评制是像日本 我今天有钱买40平的房子扎扎实实 我就是买40平 而不是买了50平的房子里面有25平的公社 我里面只有25平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缘起 我想这在许多的法规 台湾从有都市计划法 计划法之后 它就规定建幣率50% 那白化文住五是条件最宽的 建幣率60% 那白化文来说就是说 建商如果今天这一块土地的取得是1000平 它只能盖600平的房子 另外400平要空出来 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基本的公社40%就在那里了 对不对 这40%的公社 基本就在那边要让所有的住户来平均了 如果你还使用容积率 你再退缩 假设你只盖500平 那你就可以往楼上盖 多盖一些户数 再来balance 这些公社 都市计划法 很早以前就做了这样的设定 但是早期不见得大家这么的遵守 可是随着渐渐的我们工单位的要求 它也许是后来发展的每一件事情 就如同我上次讲的 明治越来越开放 然后我们公家机关 对所有建物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于是乎在这样的建筑都市计划法的50%的设定之下 之后我们开始有了 消防法规要更延一点 以前只有一个安全梯 不哦 现在要两个 现在两个以后还不够 另外一个还要再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无障碍 随着标准越来越严格 电梯要有两个 以前可以小的 现在有一个也要大的 你要无障碍 这所有的规定 是为人民的安全 但是它就是用到了空间 但是在安全 我上次就讲 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 安全 消防 任何理由 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当规定越来越多 地价越来越高 建商开始在符合各项规定以后 我们的公社相对也越来越高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两天 昨天我也听到很多同仁 大家对高雄错有非常大的肯定 我个人也以这样的目标 我也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我现在在讲 我看高雄错 最近我也跟着大家都去观摩考察了 这个是一个建商 一个物件 高雄错的物件拿出来要卖的 十平制 它符合我们现在要求十平制的法规 它必须很精准地告诉民众说 你买了这个房子里面有用多少瓶 这是一个五十一平的房子 它要卖你五十一平 它开中民意第一件就是告诉你 你的室内就是二十五平点八 你的室内 以前我们说雨泽啊 这些要算进来 现在我们都把它打掉了 因为我们不要再让消费者说 雨泽也算是你室内瓶数 因为雨泽明明就不是嘛 我是使用 但它的确就不是室内瓶数 所以我们要求的十平制是这样子 你买了一个五十一平的房子 你扎扎实实走进去你的家里 你就是二十五平 这就是我们的十平制 你有一个阳台四点零八平 之后你还有一个景观阳台三点零九平 那这两个阳台是你自己用的 虽然它不是室内 但是其实就是我们 这一次在高雄错误里面 我们希望的整个高雄的大楼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可以为了氯化也好 为了整体的环境 为了地体植栽 为了空间 什么理由都好 甚至我们还告诉他说 我们这样子设定 是为了要让你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请你出来使用阳台 好 它就必须 这个是室内瓶数 它必须要买七平八 八平七的阳台 所以把阳台跟景观阳台 跟你的室内面积加起来 你总共可以使用的 包括你能走出去33平 33平 你买了一间51平的房子 你里面就是 姑且把阳台都算进来 你就是使用33平 但是你室内使用空间 遮风挡雨这个家 就是25平 一半 59平的也一样 你的室内30平 这是第二个物件 59平你的室内就是30平 那你的阳台一样 两个阳台加起来就是8平 最近啊 其实我也遇到很多我们工单位的公务人员 有些都跟我说在帮小孩买房子 来我请教一下 下一代的小孩子的房子 要爸爸妈妈 现在由下一代开始准备要结婚 他买房子需要你帮忙的 可不可以请举手 你认为你的下一代将来结婚 要买房子需要你帮忙的请举手 都不用 真的吗 大家下一代都这么优秀 你预计将来你的小孩 你真的要帮他买的 其实五成以上没有父母帮忙啊 他买不了一个房子 那个你们不举我也不要点名谁 我陪你们很多人的太太看过房子啊 都为了小孩要结婚啊 走进去 那个 那个 宜德买房子没 还没嘛 买一个五十坪的房子 你认为如果你要买房子 你买得起几瓶 你请回答我 李局长请答我 谢谢主席 谢谢州议员 其实我不知道大概 要看买在什么区位啦 你认为你个人如果说 假设是你跟你的太太 有一个小孩 你认为你的室内空间你觉得需要多少 我觉得我大概需要大概有三房的一个 三房 你假设我们都不要讲什么 你如果是三个人 你跟你太太一个小孩 我假设 每个人使用的空间室内空间 我们算非常有生活品质的 起码卑微的一个人十坪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三房两厅 有一个厨房 有一个客厅 你室内扎扎实实三个人住 我认为三十坪合理 对不对 好你请坐 那你要买六十坪的房子 你才有三十坪的空间 我今天要讨论这个事情 其实并不责怪谁 台湾的法令 台湾的法令有任何的元气 你比方说 像为什么以前的人 房子要这样盖 再来加盖 因为税制 以前的税制 就是看你的房子盖多少 扣你的房屋税 其实华人的世界都是这样 有了政策就有对策 你比方说新加坡 新加坡的房子 永远都是前面最窄的 新加坡的透天错 那个门口 进门都是四米 两米三米 然后乐乐等的房子 一直走到最后 穿一躺穿二躺穿三躺 为什么 早期的新加坡 是用你的门面磕碎 就是你的 你这个房子面有多宽 磕多少碎 所以每个人 通通该细长的 往后躺去住 我有政策 我就有对策 我们有一个大的框架 建幣率50在那里 那建商就有对策 你说它是完全怪建商吗 它这个框架就在那里 它就是被吻合这样的框架 所以我们任何人买房子 因为这样的法规 它就是40%的公社 设定在那里 那你随着 你随着 台湾的土地越来越少 台湾的地价越来越高 好 你再随着 台湾的安全法规 消防法规越来越严格 人民的 人民的 对租屋 品质的要求 有越来越高 每一件事都是成本 每一件事就是要多一笔花费 所以现在的房子建筑 跟以前的成本 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那为什么地价越来越高 一个国家的政府就要开始回来 从 我认为 时空的背景不一样 都市的发展不一样 它不应该再回去套用原来的 都市计划法的设定 当这个国家 我们的政策 开始珍惜 我们的公共区域 我们开始用我们的公共区域 去做一些好的绿化 好的生活品质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就可以重新回来讨论 在这些条件之下 都市计法的建幣率 事实上是可以 再往上提高的 这个提高 不是回馈给建商 它很自然的 它就会回馈给消费者 我说真的 我今天买一个房子 你问任何一个40岁以下的 他心里的期待 就是四五十坪的房子 他不会告诉你 他要买一百坪五十坪的 但是在现有的法规 跟所有的公共设施的要求 越来越高 他走进去一个房子 最近最卖的是几坪的房子 你随着市场的眼见 现在在卖的是三十坪的房子 四十坪的房子 总价是最 大家负担得起的 但是假设你买一间 四十坪的房子 二十万均价 刚刚我同仁有说三四十坪 三四十万 局长说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高 我们取均价 我们取有十几坪的 也有取二三十万的 我们均价二十万 好人数来算一坪 你今天买一个 四十坪的房子 你要付出八百万 八百万里面四百万 不是你的 是公社 你走进去那个房子 他就是二十坪 摆在那里 我觉得他基本上 也是另外一种掠夺 他的消费者的权益 其实也是受到了 那很多人其实 不见得这么了解 整个发展过来 他觉得 哦 这个建商好狠哦 公社四十几趴 那其实他前面 有一个法规面在那里 所以我要讨论的是这个 将来你们每一个人 其实真的很多人 在帮他的小孩买房子 这一两年来 因为大家都会来请教我 那每个人来我都会念一下 真的是爱小孩 还好我没生 大家都会存钱 真的下孩子就是一辈子的事 他的工作 他要结婚生小孩 做父母的永远 只要有心力 都愿意为他负担一点 他每个人走进去 都跟我说 哎哟喂啊 想到他们两个少年 他要带那里面 十几片 看着也不敢 好 我就要讨论的就是这个 我们的都记法 我们每一年 有一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当然是区域性的去看这一些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很少 因为这样的发展 我们重新回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你说 建幣率提高 就会让建商为所欲为吗 不尽然啊 如果当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还有一个框架 我一个框架的前提合理就是 台湾的大楼合理的公社是20到25%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合理的框架下去看我们的建幣率 我觉得会给更辛苦买房的下一代 他们有更好的空间生活品质 那跟公务局 那跟公务局 其实大家 因为整个建务的过程都会在公务局 但是一个都记法的框架是在都发局 我真的是想听听两边的看法 谢谢主席 赵局长 请搭误 谢谢主席 谢谢卓议员 我先讲时评跟虚评 那现在我们现在是以在用 现在是虚评嘛 就是加上公社嘛 那当然这个整个坪数增加之后 相对再买是买总价 那当然整个坪数的单价就会降低 那如果是食品来说 就是没有公社 当然它的食品 面积就会相对减少 那当然总价再来说 单价一定相对提高很多 所以说这个要把虚评的制度 转换为食品的制度 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第一 转换的时间点 第二 你如果中国物要买卖的时候 那当然仲介的行为 跟消费者互相买卖的行为 就要非常的了解 我也坦白讲说 如果实施食品制度来说 坦白讲是最清楚 我就给你建设买 整并 10并的房间 你就多少符了 我就认为 我给你买10并买25并 有人 消费者有时候 有时候会比较稀薪 他就有25并 这样就没有消费的纠纷 所以这个有一些区别 其实制度各有好处 各有好处 另外对建立力的部分 其实你要看 整个我先讲高雄错的计划 对高雄错的计划 我们就讲透天出的部分 其实我们把它平均下来 整个建立力是有增加到 将近10个person 买到10个person 如果是说 你如果说要透过都市计划的行为 来处理的话 因为你可以分大楼和透天出 如果大楼 其实你会给你多10%的建立力 其实开发商他会顾及他 整个大楼的外观 也会顾虑到他整个大楼实质的内涵 所以他会有一个容积的控制 所以大楼来说 对他的比较平常可以开发的面积来说 其实建立力提高 是不是要提高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来演绎 那回归到我们透天出来说 这个就是要考虑到你想 台我们高雄的建筑的走向 我一直在讲改变高雄的建筑 你的建筑的思维 你的走向是要走向哪里 其实有的人说我100平去50平 我旁边是我的绿地 他觉得这样是对他是最好 有的人不是就是100平 我去100平 对我是最好 所以这每个人的思维是不一样 所以我是说我刚刚一直在讲说高雄的建筑的走向 大家的思维要走向哪里 我觉得大家要思维走向哪里 这才是重点 以上 李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周一元 我想那个刚刚议员提到的这个 那个见解我想我是第一次听到 还有其实我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想一下 不过大概议员提到的是公社的部分 其实公社我们一般在讲的公社应该分 应该是说整个建筑总楼地板面积里面 它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那个空间 那个就是大楼的公社 那应该是分两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说土地 用土地来讲的话 大概我们权状上会有说 我的楼地板面积的权状是多少 另外一个就是那土地的权状上是多少 所以这个是两件事情 那我想见碧率的这个东西 我知道议员也长期也非常关心 因为毕竟有不同的建筑的形态 加上议员提到很多如果是 形象是透天的建筑的话 碍于整个全台湾地价这样子过去 这样上涨的话 大家比较难在一个 它可以负担得起的合理的价格范围内 去拥有比较大面积的土地 那所以因此在建筑率上 对这种透天的住宅的需求 它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那不过这个也因为在议会的督促之下 那我们也在有 这个明年的预算送到议会 今年送到议会来 我们有针对这个建筑率的检讨 有特别有编的这样的一笔预算 那也希望议会能够支持 因为毕竟整个建筑率 它涉及到是一个法定空地 那法定空地它的目的是比较多重 它可能是消防 可能是通风 可能是基地保水 或者是等等一些隐秘性 等等这些议题 那我们是怕说 我们有些东西我们目前不知道 那太仓促去做某些决定 可能会造成我们不知道的这些灾害 所以我们就是用慎重的态度 那也请议会支持 那让我们能够明年好好来 启动这样的一个 建筑率的一个检讨 以上跟议员这种所有回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林文一言的咨询 接下来我们请陈梅娟 陈一言咨询 时间15分钟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公务部门的各位局处所长 各位乡亲 各位媒体先生小姐 还有我们各位乐同仁大家早 我想我延续林文一言的质询 其实这个鉴蔽率 其实我们在上个会期 我们党团就开过这个宫听会 那事实上刚刚林文讲的是针对新购的 那我们今天 其实我们现在碰到了很多就是老旧房子 像我前几天去用餐的时候 刚好隔壁有一个住 他就跟我讲说 他们家只有15坪旧式房子 那他是全盖了 因为那个大概有数十年以上的旧式房子 所以他都起木了 所以15坪其实来讲还可以勉强用 可是他们现在房子老旧了 他们想要更新 要重盖 以现在的法令 15坪能建多少 7.5坪嘛 你想7.5坪怎么住 怎么住 他们是面于限于两栏 他们一直在想 我如果要定去我们家村七坪 我是要怎么住 但是我如果不去 我们家的房子已经面临到 结构安全的问题了 老旧了 所以他们一直在跟我讲 要怎样 政府怎么有这个規定規定 这样 那当然局长你都讲 100坪去建50坪 当然林文讲的没有错 能有几个人能有100坪的土地去盖50坪 我想有这个50坪 他们就不会去计较那几坪的坚卑率问题了 是不是 那问题就出在于 大家都是小坪数 那地价又那么高 在那有限的资源里面 买的村土村的土地 能盖的又那么的少 所以这样就面临到 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要求 这个坚卑率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真的要请各位 你们要好好去评估 要怎么样去为人民的住的权益去考量 我想建毙力的规定 最主要的只要就是 它的通风安全消防 就是只要一些这些的考量嘛 那我想你50% 60% 70% 其实我觉得都还是可以兼顾到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你们的安全考量的问题 而不是 当然我没有要求百分之百 但是我想60%到70% 这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所以我希望政府不要再 顾不就丰 就一直不愿意去更改 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要在这边 特别提 要求我们工部门的 那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我 都阿菊 请看一下这个图 那我想这个议题已经讲了很久 我也带过陈勤人去拜访过你们 就是这个在凤山的建国路一段 它这个土地原本它是现有好像四五米道路 然后政府未来准备给它规划扩宽 我想局长这个案子你应该很清楚啦 那这个部分是公有的土地 这个原本的土地是照这里而已 那未来要扩宽的时候 结果你们计划通知他给地主的时候 因为你记到他的 我不晓得他土地登记的吧 登记的地址 结果他没有收到 一直到今年三月 你们准备把这块土地扩宽到 这个私人的橘色的私人土地 全部给他征收 待会回到路用地 人家是住地区呢 人家是住宅用地 人家征收到路 快点没有告知当世人 结果等他看到新工作的人到现场去丈量的时候 他才发现原来我家的土地 已经变成道路用地 而且这都市计划已经通过了 所以他们很惊讶 我想这个过程我们已经谈了几次 后来也开过都市计划委员会了 那现在陈琦仁他只是希望 你们要公平原则 公有土地要先来使用 把旁边这边有一块的国有土地 先把它併进来用 那大概加起来有9米 大概加起来有9米 那9米之后 因为这个道路本来预计是希望 规划为15米道路 所以我们一直在要求说 因为两旁都是私人土地 是否能够把15米的 子栽带给取掉 改成12米道路 那12米道路 势必你9米 还是会用到有3米的道路的私人 那这个陈琦仁他一直在强调说 你不能因为你要开道路 结果你挖整边 我来我这边 把我这边的土地都吃掉 那你要公平原则 你就应该两边来取 这个案子他们一直 陈琦一直在要求说 有3个案子他们的陈琦就是 你如果公有土地要拨用 先把公用土地 国有财产局土地先拨成 然后是9米 然后扩宽 如果要调整为12米 然后两边各1.5米 或者是10米 然后单厕1公尺 那用他们 他们也没有意见 你不可以整个人的 肉堆土地 柜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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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时机会委员已经开过两次了 来 局长李简单跟我答复一下 李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想这个案子 因为有议员这样子 带陈琦人来陈琦 那我们也有跟他大概当面讨论过 目前其实跟议员报告 这个方向是这样子 我们都委会的专案小组 也召开过两次 那现在目前的 都委会的小组的委员 是认为 是尽量往公有地方向去调整 那至于道路的陆幅的部分 就是佐语把它缩减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会尽量以冲击 对那个私有地主的权益 冲击最小的方向来去 好 所以目前还不小的嘛 因为还要经过大会的确认 那所以但是小组 基本上是有采取我们给 我们跟陈琦人的一些建议的方向 那局长 所以我们是尽量就是 朝第一个公有地先用 第二个就是如果能够缩小 那个道路的陆幅的宽度 经过这个交通局 或是其他相关的单位 大家确认说 其实冲击不大的话 然后去降低对私有地主的冲击 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方向 那我很谢谢局长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希望我朝这个方向 不要去影响到人家私人土地的权益 好 谢谢 那再过来我要问公务局 左营大陆372项的扩框 我想这个是上个会期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这条路这么小 你光是两米要进去到后面去 实在坦白讲 那当然这两间的地主一再呈情 不要拆 不过我想不能为了前面 因为他们大陆是通畅无阻 他们没有那种安危的考量 所以他们不能去阻挠后面的 后向人的安全的疑虑 那这个部分我也很谢谢 我们这样努力下来会看过也讨论过 终于我在预算书已经看到 有编列了四百万的作业费 那它的总预算大概一亿三千五百多万 我想问一下公务局局长 这一个四百多万的 四百万的工作费是今年编列明年作业 再过来呢 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答复一下 在我们明年 主席 陈议员 明年再编列我们四百万的土地征收的作业 那就是说我们整个我们诊断 一百八十几公斤 我们头前是差不多要到六十 所以我们是以整体来考量 没有办法先开辟前面以征收的部分吗 不是我们是以整体来谈 整体来谈 那就是说我们也会跟征求后面的地主的同意 还有祝福的同意 如果是说OK 那一次来做一个处理 那如果是NG 可能大家还要继续协商 那如果这四百万要明年归使用 然后来作业要用到一年的时间做沟通吗 不需要吗 我们随时都可以沟通 随时都可以沟通 所以这四百万是做先行作业的检讨 然后跟市民沟通之后 如果要开的话 是什么时候可以有预算开始开 那那个我们就是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那我们后年再继续来编 后年喔 天哪 还要那么久 其实我想这样子啦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办法跟你私底下 我没办法跟你讨论 我没办法跟你讨论 我希望这块条路 如果真的已经排除万难 然后不能为了极少数的人去影响 大多数人的住家安全 所以可以的话 我是希望尽快 好不好 我们是 好啊 我们当然会很快 我们都希望是以和谐为原则 大家都在乱说 我很高兴 反正最起码有边的啦 有边就有机会啦 这点我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那再过来我讲 要讲我们翠平国中小旁边的道路扩宽 这一块到 这个这边是翠平国中小 然后刚好通往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社区 这里是我们普通金社 这边一个主要的干涂 这个路真的很小 大概不到六米啦 那这边都是学校的退缩地 这边有一个树丛 来 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知道这个地是教育局的 用地 那那时候我们有去会看过 那教育局说 他们也知道说 这个地方制造脏乱 然后阻碍交通安全的问题 他们也知道 然后要右转过去这边的大社区 光是这个地方就阻碍了四线 安全考量很 余力很大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处理 但是他们没有经费 我希望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公务局 那天我们会看 公务局说他们也是没钱 那地震局 局长 地震局局长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因为他这个刚好是在 从外区段外的一个道路 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从外基金来做 这一块道路开平 一小段 给你们看这边好 黄局长 你刚才在从外区段外过 谢谢 这个看看 这个看看蓄力机关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做一个 教育局 那还有没有有剩下的一些从外基金 好不好 这个要看整体的一个考量 整体的考量 那到底这个蓄力机关他这边的一个状况 那我先把议题抛给你 那我请你去检讨一下 那再过来就是旁边 他旁边有一些公园的设施邮据 这一块地是刚好在我们 顺民国人口 跟我刚刚那块土地的往前走 这个地方目前已经盖了很多的大楼 我给公务局局长看一下 你看他这边盖了一大堆的大楼 那大楼的这边 你看他现在这个公园 这个公园 你们不叫公园 你们叫绿地 美化绿地 所以社区绿地 所以因为你们 因为他们有自乎跟我去反映说 他们去成型的时候 你们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美绿化的土地 所以不能做一些什么设施 儿童器具什么设施都不行 后来我这个地方 远远这边有一个运动器材 其实那个也是 我叫三浦运动器材去增设的 不然我都没得把柱子和草皮 那你看这个地板 还有草子 这个后来有私人 跑去那边种树 因为这边太空旷了 没有什么东西 那今天我不是要检讨 养工处做的不好 我今天是要告诉你是说 如果是公园类型的 不管它绿地也好 公园也好 是不是应该基本配备 该有的都要 因为那个社区太大了 那么现在已经大了很多大楼 结果它里面只有绿地 有以公园以而已 什么都没有 那是不是在这个部分 可请公务局这边 可不可以来增设游戏剧 因为他们一直希望 因为那边都是年轻的 属群很多 小孩子很多 希望能够增设一些公园用的 比如说运动器材 或者是儿章游戏剧 这个部分我先跟公务局 在那边提一下 你看它那个场地那么大 结果都没有什么设施 那个大楼住那么多人 还有公园椅 我要讲一下那个公园椅 我也很谢谢那天 我们港工处处长 有陪我逛了几个地方 那我那时候有特别跟他提到 你看我们户国公园 改造后的公园 的椅子是这样 因为这边都完全没有 因为你们公园的手都拌了 所以人家穿上 手柄都没人要坐 因为手滑 所以大家都走来坐这 你看那天我过去的时候 刚好看到一群人在这边聊天 鱼子都自己拌来 就在那边聊天 大家就在那边跟我抱怨 说什么公园这边椅子都没有 那我有跟你们反应过了 那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 那我也很谢谢吴处长有答应我 但是我今天要给你监察 公园里面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 公园椅子很多椅子不好看 我们公园不是要好不好看 是要好不好用 因为我们都不愿盖国民运动中心 但是问题市长答复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喜欢到公园去运动 公园运动有一些年去住的人 基本上就不会搅拌很久了 你只要用刮椅子用这个 结果你很奇妙的是 你们的公园椅都设在 这个没有树印下的大太阳底下 晚上才能做而已 白天根本做不了 所以为什么 他自己拔到一头来坐 这种景观是很奇特的 所以我是在那边跟公园局讲一下说 以后未来规划公园 是不是拜托你们 多设一些体序 然后能够让老百姓 能够修气的一些公园椅 不要说因为他要太多公园 这样就不好看 没什么不好看 实用比较重要 能够辨明比较重要 能够体恤人民的 那个比较重要 好不好 那这个公园椅 我觉得这个设得不错 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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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蓝娟议员的咨询 我们今天上午的议程到这里结束 那下午2点30分继续开会 上会